好的 那么第三节呢 其实不同的同学在每一次这个学完采管之后 他的反馈啊都是感觉很不一样的 首先呢第三节在理解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他比较偏理论 那第二呢 其实也有一些同学会觉得第三节可能也没有那么难 因为从考试的角度上 他跟我们前面讲第一节很像 第一节啊 你理解起来也稍微有一点难度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他考的就是结论 所以你只要把那些结论的关键词把握清楚 把那些重要的考的那些结论角度把它把握住 做题的角度上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难 但是在知识理解的层面上会有一些障碍 所以呢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三节 他跟整个这一章的第一节 在整个知识的理解的层面上会都有 对于大家来讲有一些挑战 所以我们先有这么一个心理建设 你先别觉得说后面第三节我听起来感觉 怎么这么这个虚啊 对吧 感觉怎么好像这么跟我的这个具体的计算 那么不大边啊 感觉听上去都是一些理论 然后感觉有点这个云里雾里的 这种很正常 这种感觉不是你没学好 这就是学到第三节的时候 大家有一个普遍的感受 但是从考试的角度上呢 第三节又比较容易能拿分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讲的时候 也会告诉大家 你在做题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哪些点 其实这个分数你就能拿得到 好吧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说第三节的这个标题 标题有两个字叫做风险 两个词 一个叫风险 一个叫报酬 这两个中间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在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嘛 对吧 如果我要获得高收益 那我一定背后要承担高风险 如果我获得的收益比较低 那一定也意味着我背后承担的风险比较低 所以这两者其实是有相互的影响的 那因此我们来首先 首先看一下 我们分别对报酬和风险有什么样的具体定义 我们刚才知道是它两者之间可能会产生一些联动的影响 但分别它们俩代表了什么 我们先来说一说报酬 报酬呢 其实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一般形容下所指的收益率水平 或者报酬率的水平 如果投资 我们有具体的投资收益 如果有这个具体的投资 我们有所谓的期望或所获得的报酬 那这些我们都用那个相对数的指标 那个收益率或者是报酬率来进行反应 那我们用什么具体的值来进行衡量呢 就是我们到底那个收益和报酬 我们如何来衡量呢 用这个所谓的叫预期值来衡量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期望报酬率嘛 就是我预期所能获得的那个收益率水平 那么这个预期值 你看下面我们给了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你不用去掌握它 你不用去管它 这个公式你就看一看就行了 对吧 一眼带过就行了 你知道它啥意思 它的意思呢 就是每一种结果有可能出现的概率 你对应的去乘一乘 所以按概率去进行加权 然后我们所计算出来 那个最有可能实现的那个收益率水平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预期值 所以你把它背后那个原理理解清楚了 这个公式没有什么好掌握的 因为考试的时候 它也不会让你去计算这个公式 然后同时呢 在这里面 它的公式背后的含义又很简单 就是把我未来各种可能获得的这个收益率的那个情况 我都找出来 然后每一种情况发生的概率 我都预读出来 然后对应的那个结果乘以对应的概率 然后加权平均出来的那个预期结果 就是我们这里面要计算那个报酬 好 这是我们所谓的报酬的含义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风险的含义 风险它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提到的风险 往往其实在理解上是不太一样的 为什么呢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去提到风险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是指的财务什么管理当中 我们所讲的这个风险 我们指的是危险 你想一想 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提到什么什么事 做什么什么事是有风险的 对吧 我们经常会第一时间会把风险当做是一个贬义词 还是报义词 贬义词吧 对不对 你经常说什么什么风险很高 什么什么有很大的风险 你是不是通常都把风险当做了一个贬义词来看待 但是在财管当中 我们把风险当做是一个中性词 它是一个中性词 因为它既意味着危险 也意味着机会 也就是危险和机会是并存的 它既有负面的效应 也有正面的效应 它本质上其实只是一种不确定性 那把这个不确定性我们带到日常生活当中 你再去理解说 做件事风险太大 你想一想你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 但是你没有看到它的正面效应 这就是我们比较容易陷入那个片面的思维 和那个刻板印象 对吧 因为你说它风险大 那只看到了那个负面效应 那个所带来的危险 但是同样的 它风险大也意味着 有可能你获得更高的收益 所以那个也是机会 对吧 它指的其实是那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 那个不确定性越大 我们就指它的风险越高 那不确定性越小 就意味着风险越低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财务管理当中 我们要对风险做一个重新的定义 要把它定义的更加明确 它是一个中性词 好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说了 它其实反映的 它是预期值上下的波动 你看刚才我们有一个收益的预期 对吧 假设我们这个收益的预期是这条线 那风险是什么 风险是这一条线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它跟新电图一样 对吧 它跟我们的股票的市场价值的波动一样 我们会有一个预期值 这个预期值可能是一个恒定的值 但是我们实践那个数值呢 它会围绕这个预期值上下波动 那如果我再画一条线 预期值是这样的 然后我上下波动呢 是这样的 来大家告诉我 上下两种模式下 哪的风险高 哪的风险低 哪的风险大 哪的风险小 一和二 你告诉我哪的风险大 哪的风险大 是不是一风险大呀 那大家都能知道 一是风险大的 那我们来说一说 风险的大与小 是如何来衡量的 是不是偏离我那个预期的程度啊 对吧 你为什么觉得一 它的风险大呢 是因为我偏离预期 这个恒定值的程度比较大 它有可能高特别多 有可能低特别多 二 你之所以认为它风险比较低 是因为它始终就围绕在那个预期值上下一个很小的浮动区间去进行浮动 对吧 所以我们通常用什么来衡量风险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定量的东西 来把风险 具体这个量有多大 这个程度有多深 我们把它定量的分析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了两个指标 这个指标背后的含义其实就是它的波动程度 波动性 或者离散程度它距离我那个预期值的偏差有多大 用这个偏差的大与小来衡量我风险的大与小 那这个偏差或者这个波动 我们在数学上其实是有具体的指标去进行衡量的 这个指标就是我们下面所讲到的方差 标准差 还有变异系数 这三个指标当中方差和标准差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稍微熟悉一些 因为这个在我们过去的一些初中和高中的数学概率统计当中 我们其实是接触过的 那方差和标准差其实就是去衡量我们数据的离散程度的 就是衡量那个波动程度的 那波动程度我们大家已经通过这两幅图你已经理解了 它其实就是用来衡量风险的 所以我们的方差和标准差可以用来衡量风险 它是可以定量计算的 那变异系数呢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数的指标 等一下我们再去具体介绍 那所以相对数和绝对数这两个指标 在我们前面介绍这个第二章的一些财务比率的时候 大家应该知道它的具体适用的这种条件了吧 绝对数指标我们能不能拿来做比较呀 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流动相关的比率的时候 流动性相关比率的时候 我们介绍过这个短期常债能力的一些指标 对吧 比如说这个营运资本 比如说我们的流动比率速冻比率 那营运资本是一个绝对数的指标 流动比率这是一个相对数的指标 绝对数的指标 我们能不能直接拿来去进行比较 不管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 不能对吧 那因此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方差和标准差 也是不能直接拿来去做比较的 那我们能直接去比较是相对数的指标 所以这里面我们去衡量风险的时候 其实也是前面的两个都是绝对数的指标 后边这些变异系数 我们是找了一个相对数的指标出来 我们可以更便于我们去进行风险的比较 前面两个指标不太容易去衡量 不太容易去比较 后面变异系数是比较容易去比较的 等下我们具体介绍这个指标的时候 我们再说 但在这里面你首先要理解风险的含义 以及风险 我们为什么用波动性和离散性 来进行具体的定量衡量 就这两幅图 大家可以更好地去理解 好 最后我们要稍微区分一下风险 风险包括了这个投资对象 它本身自己固有的风险 和投资人他所需要承担的风险 什么意思 我们来具体举一下 我们的这个投资过程当中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这个投资的标的 它是一只股票 或者它是一只债券 或者它就是一个公司 这个投资对象 是有自己固有的风险的 比如说 这个股票 它未来的这个股价 就是客观会出现波动的 对吧 有可能高 有可能低 有可能涨 有可能跌 这就是它固有的未来存在的那个不确定性 它是客观存在的 这个债券 它也有对方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债务人 它有可能破产了 对吧 所以这个未来它的经营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风险 这是这个投资对象本身的固有风险 那什么叫做投资人需要承担的风险呢 你看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上 他可以在哪些层面上去做一些主动的选择呢 他做出主动选择的这些问题 就是他自己选择要去承担的风险 而不是那个投资对象 他本身就自己自带的风险 是因为这个投资人主动的做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 因而他要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 那他可以做哪些主动的选择 大家想一想 可以做什么主动选择 第一我有ABCD 我说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么多的这个投资方案摆在他面前 这么多的投资产品摆在他面前 他到底投哪一个 是不是他可以主动选择呀 对吧 所以投什么是可以主动选的 第二 什么时候投是不是也可以主动选啊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在第二节讲过了嘛 我们其实货币是有时间价值的 这个时间价值在不同的金融产品当中 它的价值量可能增的多 可能增的少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把钱存银行和把钱去投股票 它明显带来的收益和那个时间价值的增加 看上去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因此投什么会影响 第二什么时候投也会有影响 对吧 我是在他涨的时候投 还是在他跌的时候投 是在经济情况好的时候投 还是经济情况差的时候投 所以投什么 什么时候投 你看这是不是投资人自己要承担的 因为他自己的主动选择所带来的选择的结果呀 这也得他自己去担着 最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投的比例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所说的这个投什么 可能也是直接相关的 我们已经确定我要投他 但是我投多少 或者我们直接用投多少来写吧 对吧 我投一块钱 我还投一百万 对吧 你投的多与少 这个是投资人自己可以决定 你根据自己手头上的资金 和你自己的风险承担的这个程度 然后你去选择我投资的这个数量级 那因此投多少投什么 什么时候投 这些都是投资人的主动选择 而这些主动选择 他是要承担选择的后果的 这就是投资人需要承担的风险 那所以他其实是排除在 这个投资对象固有风险以外的 投资人自己选择去承担的风险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把风险 可能做这些不同维度上面的一些具体的分类 和概念上的厘清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讲风险的一些具体应用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理解的更清楚 好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刚才我讲的风险怎么去定义 风险它是不确定性 它不意味着只是负面的 第二就是这里面的衡量指标 最重要的你就把这两点把握住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 具体的风险和报酬的衡量 我们要区分单项资产和资产组合 也就是说我们先去看一个最简单的 假设现在在你面前就只有这一个资产 我们不用去考虑其他的资产跟他去做搭配 我们就看单独的每一项资产 它的风险和报酬如何衡量 当这个我们衡量清楚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单项资产做的稍微复杂一点 它变成两个资产组合在一块 变成了一个投资组合 这个时候它的风险和报酬又怎么衡量 好 总再复杂一点 我们再把这个两个资产中间再揉一些资产进来 变成多项资产 三项 五项 十项 一百项 一千的资产 放在一块变成了这个更复杂的投资组合 它的风险与报酬如何去衡量 所以我们后面的整个风险与报酬的这个衡量和分析 我们是逐步去进行复杂化的 先看单项的 再看两个资产的 再看多的资产的 这是我们后面的一个主要的介绍逻辑 那么就先来看单的资产的 我们通过一个教材的例题 我们来理解单项资产的风险与报酬如何衡量 说假公司现在有两个投资机会 你不要觉得这两个投资机会是两个资产的组合 它是分别来进行分析的 A投资机会是一个高科技的项目 所处的竞争环境非常激烈 然后如果发展的比较好 利润就会非常大 否则利润会很小 甚至是亏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项目是B项目 B项目是一个老产品 一个是高科技的新产品 一个是老产品 但这个老产品它好好在哪呢 它是一个刚需产品 它是一个必需品 所以销售前呢 你就可以准确的 把它未来整个的这个经营数据给预测出来 因为它很稳定嘛 它是一个市场必需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就是这两个项目摆在假公司的面前 这个时候作为假公司的投资决策来说 我要选择一个项目去投 那我选哪一个 对吧 这个时候我要去衡量A和B 这两个作为单项资产它的风险和报酬 假设未来的经济情况有三种可能性 有可能经济好 有可能经济一般维持现状 还有可能经济衰退 那么在这三种情况下 我们所说的那个期望报酬率 就未来我这两个项目 在这三种情况下 所获得的那个收益率和报酬率水平 会是什么样的 它下面给了你一张表 然后问问你基于这个 假公司应该怎么选 来我们看一下这张表 这张表当中告诉了你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 那么整个经济繁荣的发生概率 就是当我们经济变好 那么这个概率是30%或0.3 经济保持现状 维持正常水平 概率是40% 0.4 经济衰退 概率是30% 0.3 好 那对应的 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 A项目我们不是说了吗 它是一个 当我经济特别好的时候 我的收益率也特别高 当我经济变得差的时候 我甚至于收益率会很小 甚至是亏本 所以你看它就是风险特别大 所以如果我们把 A项目的这个整体的风险 用我们刚才所说那两张风险的图来进行替代的话 你想想A是什么样的 A是不是就这样的 对吧 那B是什么样的呢 B不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这个样子的吗 对吧 所以你要是通过把它的风险 用图形的方式来进行展现的话 那我们可以很形象的 把A和B这两个项目的风险 套用到我们前面那两张图里面去 那所以你看 A在经济繁荣的时候 它的收益率水平能做到90% 若维持现状 收益率也能达到15% 那如果经济衰退呢 那就惨了 那你会亏60% 这就是A的情况 那B的情况呢 是经济好的时候 赚20%没A多 然后经济保持现状 那是15% 经济如果衰退 也还能保持这个收益率的水平 但是可能也没那么多 就10% 这是他们三个的 他们两个项目 在不同三种情况下的 一个收益率的体现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去衡量 它的风险和报酬的时候 我们第一点要去衡量的是 它的什么 它的收益 对吧 我们看一下收益 收益的衡量 我们刚才说了 要用预期值来衡量 而预期值 我让你不要去记那个公式 就在于 你把它背后的原理理解了之后 你自己就能算 你怎么去算A项目的收益 前面繁荣的情况下 概率是0.3 概率乘以对应的 它的那个收益率水平90% 对吧 加上经济稳定的概率是40% 或者0.4 乘以经济稳定下的 那个收益率水平15% 权重嘛 权重就是它的发生概率 然后再加上 经济衰退发生的概率是0.3 乘以对应的收益率水平 负的60% 好 这里三个不同的概率 乘以它对应的收益率水平 一加总 算出来的加权平均值 15% 就是A项目的期望收益率 这个A没问题吧 B呢 同样的道理 也是一一对应的去进行计算 算出来的加权平均值15% 好了 这个题妙就妙在这 单纯我们只去看报酬的角度上 A和B没有区别 我A和B的报酬率 那个预期值是相同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请问我选A还是选B呢 不知道吧 对吧 如果我单纯就去从预期值来看的话 我这两个都能实现相同的期望报酬率 如果我不考虑风险 不去考虑风险 那么这个时候A和B没有差别 但是我们现在不去算后边的定量的风险 我们就去看这两幅图 我们可以很形象的看得到 A和B它所承担的风险是不同的 在A的层面上 我们看上去 它的承担的风险就比较高 B它所承担的风险就比较低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单纯从这两幅图上去看 它能获得相同的期望报酬率的水平 请问你愿意选A还是选B呢 你是不是自己你自己能不能得出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倾向啊 请问大家 我后面都不用去算风险 我们就定性的你凭感觉去想一想 你觉得A和B我能获得相同的期望收益 然后现在两个两项目的风险 就是我们现在画了这两幅图的状态 你选谁啊 你是不是选B啊 对吧 所以你自己凭感觉 你凭常识 你能得出一个结论 那我们后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要通过数量计算的方式 定量的去分析一下它的风险 用更理性的方式来把这个结构给算出来 证明我们刚才的这个思路和朴素的判断是对的 那你看我们在衡量风险的时候 我们刚才提到了三个指标 对吧 它可以用来衡量风险 一个叫方差 一个叫标准差 一个叫做变异系数 它整体衡量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收益的波动性 我们收益的离散程度 我们收益偏离那个平均的期望收益率 它到底偏离了多少 那这个是用方差标准差或者变异系数来衡量的 我们分别来算一算 方差 方差它是离差平方的平均数 是一个绝对数的指标 可比性比较差 因为是绝对数指标 所以不能拿来比较 只有当预期值是相同的时候 相同的预期下 对吧 刚才我们说了 我的预期收益率相同 这个时候 谁方差大 意味着谁风险高 那意味着我不应该选择它 你看这个逻辑能不能理清楚 对吧 预期值相同了 那对应的我就可以直接比较风险的大小 而且直接可以用方差和标准差来比较 那我预期值不同呢 大家再想一想 假设我预期值不同呢 怎么办 我怎么把这个不同的预期值的这个影响给剔除掉呀 怎么剔除掉预期值不就完了吗 除以预期值呗 对吧 我除以预期值之后 你想一想那种公式 我把它除以预期值了之后 它算的是不是就是单位收益上边我所承担的风险啊 那我把下面的这个预期值都换算成是单位收益了 所有都是单位收益上所能够带来的风险 或者要承担的风险 这不就能比较了吗 所以你说把他的预期值作为分母除掉 这个整体叫什么 就是我们后面所说的变异系数 所以相对数的指标其实很容易理解 就是把绝对数指标当中 那个影响我们比较的那个数字 变成分母给除掉 把这个影响因素通过除法给剔除掉 那对应的这个整体的数字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相对数的指标 算的是单位收益上面我们所承担的风险 那叫做变异系数 等下我们来看他的具体计算 那么方差在这里面怎么去算 怎么去算 他算的是偏离程度吗 我们现在已经有预期了 预期就是15% 我们要算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下 他偏离预期偏离了多少 怎么算偏离做差啊 对吧 90%和15%中间的偏离程度 不就是90%减15%吗 方差方差 我们是要算这个离差的平方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差值上面 做一个平方 然后对应在乘以他发生的概率0.3 能理解吧 然后后面再加第二种情况是经济保持正常 保持现在的稳定 那么我们跟预期的那个希望收益率中间偏离了多少呀 15%和15%中间没偏离 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写上去 这就是它的偏离程度 然后记得要算一个平方 乘以前面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发生的概率0.4 再加上经济衰退的时候 概率是0.3 后面的偏离程度呢 千万记得正负号别算错了 前面是负的60%和15%中间的差值 你千万别记得来来回回正负号又得找混了 就是直接拿你对应的那个负的60% 减掉你的期望收益率15% 这中间去做差 对吧 然后记得去算一个平方 等于0.3375 这个好理解吧 B项目也一样嘛 就是把你的不同场景下实际的那个收益率水平 和你刚才算出来这个希望收益率水平中间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条横线 然后呢 我们刚才算这个方差和标准差 其实就是这中间的变化幅度 把这个东西给算出来 算一个加旋平均值 那算出来其实就是方差 所以这个方差的概念好理解了吧 好 那方差这个理解了之后呢 我们要再问问大家 你说我算算这个偏差的程度 我直接做差不就好了吗 我还去麻麻发分的 给他乘你的平方 搞得这么复杂干嘛 为啥要算平方呀 为什么要算平方呀 来回头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有高于预期的时候 有低于预期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去算平方 这个时候就会存在正负抵消的问题 对吧 那你看一下 假设我们把正负抵消 这个考虑进去 你看一下上面这个图和下边这个图 很有可能你算出来的方差是一样的 或者你算出来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不是方差 你算出来这个偏离程度可能是一样的 因为你没算平方 正负有抵消 正负抵消了之后 那你最后结果不都一样吗 但实际上我们要看的是它的偏离程度 很明显风险是不一样的呀 那怎么办 你要把这个正负抵消的效应给剔除掉 所以我们就通过平方把所有的这些风险都换算成了一个正数 对吧 它没有负数了 哪怕你看这里面的负60%减15%是个负值 但是我由于一平方了之后 我其实就能把这个风险 这个偏离程度给衡量出来 所以它就可以解决掉我们所说的正负相抵的这种问题 它可以更好地去衡量风险 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现了平方 那为什么我们又有了方差之后 我们还要再来一个标准差呢 原因就是我们前面的方差通过平方呀 我们其实是把这个风险的那个绝对值给放大了 对吧 因为你平方了嘛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你并不能更客观的去衡量那个风险 因为你平方了 所以你是为了把它做成正数而做成正数 但实际上通过平方你已经放大了这个效应 那如何我们让它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呢 我们把方差再去算它的平方针 这个时候它不会回归那个正负抵消的效应 因为你正负抵消已经在方差里面解决掉了 那我再把它开平方 我就相当于把那个放大效应再给剔除掉 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 算出来也是一个绝对数的指标 这个绝对数指标用标准差 标准差可以更为这个准确的 或者更正常的更合理的去反映这个风险 它的偏离程度的大小 它剔除掉了那个放大效应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它作为绝对数的指标 仍然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可比性比较差 也是只有当预期值相同的时候 我才能拿来去做比较 预期值不同怎么办 预期值不同怎么办 我要去除以那个预期值 对吧 我要去除以那个预期值 然后对应的算出来一个相对数的指标 作为我后面的一个比较的基础 那好了 变异系数 我们来回头头来说一说 如果是变异系数 请问那我更合理的应该是用前面的方差去除 还是应该用后面的标准差去除呢 分母确定了吗 分母都是预期值吗 对吧 那分子就是我到底应该选方差 还是选标准差比较好 那最开始我们当我们指引入方差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当然知道肯定我用方差除以预期值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刚才讲完了方差之后 为什么我们还有一个标准差 是因为我们要把放大效应剔除掉 所以你觉得更合理的指标 是不是应该用标准差去除啊 对吧 所以我们后面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啊 我们是通过标准差去除以预期值来反映变异系数的 所以在这儿大家也要去注意 我们的变异系数它的分子 为什么选的是标准差而不是方差 因为我们要把那个放大效应剔除掉 回归到一个标准的偏差范围当中来 所以我们分子选标准差更为合适 那回头来 标准差的公式计算 我不用多说了啊 就把前面我们计算出来的方差 直接去开一个平方针 算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标准差 那好 假设这条题目 其实我们看到它的预期值是相同的 都是15% 所以你都不用去算那个变异系数 这条题目当中 你可以直接比较标准差和方差 对吧 你的现在的方差0.3375和0.0015它比它大 明显A项目的风险更高 所以你应该是在相同预期值的情况下 选那个风险小的 所以你应该选B 对不对 方差我们结束了 标准差呢算出来结果也一样 一个标准差是58.09% 一个标准差是3.87% 你很明显可以看到B 它围绕那个预期值 它的波动是很小的 只有3.87%的偏差率 所以你看我们如何去解读标准差 听我刚才说的这句话 58.09%指的是说 我在这个项目当中 我实际获得的那个收益率水平 跟我的期望收益率水平当中 这个偏差率可能会达到58.09%这么高 而B项目 它距离我的那个预期收益率的那个水平 它的偏差率只有3.87% 而我现在预期收益率水平两个项目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是不是应该选择最有可能实现我那个预期收益率 那个风险最小的那个项目呀 所以应该选B 对吧 所以这个预期值相同的情况下 你都不用去比变异系数 直接比标准差方差就可以 那如果我们所说预期值算出来不一样 假设A项目18% 然后呢 B项目15% 这个时候单纯看预期值 你应该选A 但是如果你把风险考虑进去了之后 可就不一定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去看变异系数 我们要去除以预期值 算的是单位预期收益之上 我承担的标准差 那意味着就是我单位收益之上 我要承担的风险 就这个意思 所以变异系数就是这个含义 好 变异系数越大 则风险越大 反之则风险越小 那变异系数 我们用刚才这个标准差去除以15% 这些预期收益率水平 得到就是3.87和0.26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A项目当中 我的单位收益上面要乘以3.87的偏差 或者3.87的风险 然后呢 我的B项目是单位收益上面 我只需要承担0.26的风险 或者偏差 所以你说你选哪个呀 你当然选B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你无论用风险的哪个指标去进行衡量 你的结论都是一样的 它进一步证明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直观的感觉 B项目是我们应该要选的 这个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了 OK 单向资产的OK了吧 整个这个部分 如何理解方差 如何理解标准差 如何理解变异系数 我们在进行分析和结论的这个获取的时候 如何来进行这个得到 OK了哈 嗯 好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理解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说稍微复杂一点呢 其实就是投资组合了 那投资组合里面呢 我们先说一说 投资组合它在后面我们整体会考虑到的一个大的概念 然后具体的一些计算呢 我们可以放到明天早上的课当中 我们再带着大家去这个学习 这个我们先把整个组合当中的一些概念先把握清楚 你看我们当时在考虑这个单向资产的时候 其实风险和报酬是比较纯粹的 它不需要去考虑跟其他的资产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一个单向资产了 我们看的是两个资产组合在一块 构成了一个投资组合 甚至于是很多资产放在一块打的一个包 那作为一个投资组合 它的风险和报酬如何去衡量呢 我们要分别来看 报酬和风险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来说收益 投资组合的报酬或者是收益 是各单向资产收益的加权平均数 好不好理解 我们举刚才的这个A项目和B项目的例子 刚才这个A项目和B项目对于公司来说 其实我们最开始是说它只能去投一个 对吧 那我就选一下A和B 我到底投哪一个 现在呢 我是A和B都能投 我把A和B全都给投了 那我问一问你 作为A和B加起来的投资组合 那我的组合收益是多少 怎么算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前面可以翻到你的这个 讲义的第81页 看一下它的公司未来的经济情况表 那么就是当你经济繁荣的时候 我把A的那个项目的希望报酬率 和B的希望的报酬率加起来 然后同时都去乘 你发生概率不就完了吗 对吧 所以我就是一个投资组合 然后我这个组合当中 我的收益整体的这个水平 就是我里边各个资产 它的收益的分别的权重算出来的 对吧 而且你要去看一看 我的这个投资比重 比如说A和B 是不是其实就是各占了50% 如果它的投资比重又是对半开的 那你很简单 其实对应的把它的这个投资比重 作为权重放进去 就可以计算出来组合的收益 所以组合的收益 就是这组合里面 单向资产的加权平均值 这个很简单 但这个结论到风险成不成立呢 就是组合的收益 是各单向资产的加权平均值 那组合的风险 是不是组合内 各单向资产的加权平均风险呢 不是 所以这个结论 首先大家要把握清楚 先不说后面的计算 我们先把结论把握住 为什么我们要讨论 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报酬 是因为投资组合理论当中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一旦我们做了投资组合 这个投资组合是有可能出现风险的变化的 它不再是加权平均那么简单了 它有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分散 或者降低风险 这个最简单的生活当中应用的道理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鸡蛋 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对吧 你要是怕买的这个鸡蛋 一下都碎了 那你分在不同的篮子里面去放 那有一个篮子碎了至少还有另外的篮子里面的鸡蛋是完好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风险分散在不同的这个位置 所以投资组合也一样 因为你投的资产相对比较多样化 那因此你的风险也被分散到了不同的这个资产当中去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股票市场当中 有一些股票的价格 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经济好的时候 这个股票会大涨 经济差的时候 这个股票会大跌 但有的股票 它的这个价格 它其实就并不是随着经济大的周期会发生大的波动的 比如说当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那你在经济好和经济差的时候 你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要需要的 对吧 它跟你的经济好坏没有关系 那这个时候 它是一个跟大的经济周期没有那么强的关联性 你经济好经济差 反正我都差不多 因为这是生活必需品 但有一些是经济好的时候 我需要经济不好的时候我就不用 那这不是刚需产品 这个时候它就会随经济周期变动特别大 那当你所有的资产都投到那种 跟经济周期变化特别大的这种项目里面的时候 你要承担的不就是这种巨额风险吗 当你其中拿出来一部分 去投到了我们所说的那些 跟经济周期波动没那么大关系的这种资产里面去的时候 做了一个投资组合 那你组合的风险不就变低了吗 我们再举一个可能更容易理解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股票的风险很高 但是存银行的风险比较低 那所以当你把所有自己的全部家当 全部都投到股票市场的时候 是不是你要承担高风险啊 但是如果你把其中的一部分存到银行 只拿出一小部分去投资股票的话 那是不是你的风险就相对可控啊 或者说降低了风险啊 所以这是我们要得到的结论 投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 它不是个单项资产风险的加权平均 它可以一定程度帮我们去降低风险 但是收益是加权平均数 这是整个投资组合理论当中最重要的概念 我们不关乎后面的具体计算怎么算 但前面这个概念 是我需要首先提示大家要注意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投资组合 如果这里面都是加权平均值 就没有后面的这些所有的内容了 如果它这么简单 后面就不需要研究了 就是因为它可以降低风险 那我们要去衡量一下 它如何降低风险 它能帮我们降到什么程度 这是我们在明天 我们整个课上要去重点讨论的内容 好吧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有带着大家需要去了解的内容了 所以整个第三集 我们就给大家开了个头 其实大家不用觉得 这个进度有任何的问题 首先这个进度我来把控着 在前面这个打基础的部分 尤其是前面的一些章节 基础理论的章节 我觉得放慢一点速度是好的 到了后面的具体运用的章节 只要你前面的基础打得好 后面你就会跟得比较顺利 前面的基础要打得不好 那你后面就越听越迷糊 越听越觉得 觉得这个云里雾里的 所以我们前面 宁可把节奏放下来 我们也不希望说 去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又需要再把前面的知识 不停的反复重新来 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回炉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效率是比较低的 好吧 那这是我们今天 所有想带给大家讲的内容 所以一点一点来好不好 对应的客户作业 我觉得我给大家稍微布置一下 好不好 你们可以跟着我一块 把这个讲义翻到第74页 我带着你们一块看一看 你们可以今天这个客户 做哪些题 好吧 你跟着我一块 在旁边的笔记去记一记 74页到75页 我们介绍的都是 复利相关的这个内容 然后一直到哪 看一下 来大家一直跟我翻到第78页 到78页 在预付年金终止和限制之前 这部分的内容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只做好题的3-19 来 只做好题的3.19 这是针对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些 这个普通年金的这种计算和利率相关的这些计算 这是我们所说的只做好题 这是3.19 然后接着呢 再往下走 预付年金的部分 预付年金的部分 请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只做好题的3.4 地延年金的部分 请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只做好题的3.6 然后翻过来 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永续年金的部分 请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只做好题的3.5 这是我们整个年金的部分 就希望大家可以在课后的时候 把这四道题 只做好题的题 可以去做一做 统固一下 好吧 然后风险与报酬的这一部分的题目呢 我们今天其实只讲了一个 前面作为单项资产的风险与报酬 怎么去衡量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我们只做好题的3.7 这是针对于单项资产的风险报酬衡量的 然后我们下节课的时候 会带着大家去讲一讲 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报酬 所以大家在课后的时候完成两件事 第一件事 把今天所有课上的内容稍微去消化消化 把前面尤其是时间价值的这个部分去理解一下 然后对应的把我刚才所列举到的这些题目拿去做一做 好吧 好了 那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所有的这个内容 最后这个还是还是需要这个给大家留一句寄语 对吧 这个寄语呢 这个我觉得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学习还是一个很很辛苦的过程 尤其CPA这么难的这个考试 对于大家来说就是两个字就得坚持 我知道陈硕老师在他的睡法课当中 每次最后留给大家的就是两个字坚持 对吧 那我也相信你其实永远都有各种这样的理由去选择 在中途或者一开始或者在某一个时间点你可以去放弃 所以你或许有一百种理由选择去放弃 但是我们也在想着一百种方法让你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我跟着陈硕老师一样 今天我就只留给大家这两个字 就是请你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第二章和第三章其实是我们财转当中入门比较困难的两个章节 所以你在前面学起来啊 你会觉得这个比较痛苦 你觉得财转怎么这么难呀 怎么比这个审计和会计都难呀 其实很多同学都会有这种想法 你不要觉得自己的这种感受是个例 但是为什么每年这些同学哪怕在学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 有这种感受但最后也考过了呢 就是因为他能够持续的坚持下去 因为完成比完美增加重要 你看这句话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所以你要不停的去重复 不停的去在课后吸收和消化 我们相互之间配合的更好 我相信才能达到一个相对更理想的效果 好吗 那今天是2022年的4月3号 也是我们亲民假期的第一天 在假期的这三天当中 每天上午都有这三十小时的这只课陪伴大家 所以也希望大家每天在这个准时 进到直播间里面来 希望亲民的三天大家能够收获满满 好吧 那这个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明天上午继续在直播客相见 大家拜拜